各位朋友们,大家好,我叫韩美丽,今年代表罗马尼亚大学生参加汉语桥大赛,希望这次比赛能奉复我的中国文化知识。 我11岁开始学习汉语,当时一下子就被这古老而神秘的文化迷住了,但还有的学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 就在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学习汉语时,我读到了两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劣质故事。 西汉的宽恒,东京的车彦和宋康,他们都是自由驾评,却又勤奉好学,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我备受鼓舞,感觉再也没有什么理由会去困难。 调整好心态,思考自己的学习方法,积极寻求老师的帮助,我的汉语水平也如同芝麻开花,姐姐高。 这就是学习中文带给我的变化,重复了汉语,我就感觉自己可以重复全世界。 我更有决心实现自己的梦想,那以后我做别的事情也更有信心。 我希望早比结光,迎来应学,这样的中国精神可以激励更多人。 于是我开始辅导罗马尼亚小朋友学习汉话。 他是杜杜,今年是三岁,我们从二月开始一起探索汉语的奥秘。 要问问题时,我们用请问,请你用请问造句。 请问,念鬼心。 嗯,好好,现在我们练不和哭。 背,黑,暗,哼,飘,飘。 好,我现在还是汉语学习者,但以后想成为汉语教学者。 我现在是中国文化的接收者,但未来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。 我的恩师白罗密教授是中国政府游易奖获得者。 他在中文教学和文化传播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 我想想看一样,成为中罗两国的文化交流大使。 谢谢大家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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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